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只青蛙一张腿两只眼睛四条腿 一个兔兔一张腿两只眼睛两条腿 我们全家三张腿有只眼睛有头腿 不对不对算错了 我们全家四张腿画只眼睛十条腿 加加减减数数算算一三五七九 小小数字变化万千 方方手帕圆圆太阳畅畅比比画画 美丽突兴在你身边 一个巴掌陪着想 两个巴掌想呱呱 小朋友没手来手 再大困难都不怕 爸爸妈妈一起来 数学心经美如花 小朋友很真厉害 可是小小数学家 第九集 袜子一双双 嗨 小朋友们 图图又跟你们见面咯 等一下 我的大耳朵想跟大家打个招呼 男孩子们好 女孩子们好 不错吧 今天我要跟耳朵一起 咯 不对不对 和妈妈一起 咯 妈妈 妈妈呢 哎 来了 来了 嗨 大家好 我就是 乱七八糟妈妈 什么 哼 现在是学习时间 妈妈都忘记了 谁说的 谁说的 人家正忙着 正忙着学习嘛 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 这个 这个 对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哎呀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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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的是这个 这个 这些袜子都是妈妈 昨天洗干净的 今天已经晒干了 嗯 洗干净的 嗯 不臭 好香 还有太阳的味道 啊 兔兔 我们学的不是纹袜子 嗯 那是什么 妈妈请你把这些袜子整理好 放进橱柜里 好 放进橱柜 嘿嘿嘿 兔兔 学习可不能偷懒哦 嗯 我们今天学的是什么 请兔兔复述一遍 服输一遍 对 兔兔才不服输 兔兔一定要赢 不是服输 是负数 哎呀 就是请你把妈妈的话 再说一遍的意思 今天我们到底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到底要学什么 哎呀 不是这句是那句 哎呀 不是这句是那句 soda的 有要把您拿上 图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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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不要复述了 现在 胡涂寶 图兔 你给我听好了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先整理袜子 然后放进橱柜 你听懂了没有 整理袜子 长朋友 你怕了吗 不怕 整理袜子难不倒荼荼 这些袜子里有爸爸的妈妈的还有荼荼的 请荼荼一双一双配好 再放到我们每个人的抽屉里 妈妈在旁边递衣服好不好 好 那就开始吧 这是谁的袜子 你可以看看颜色 颜色 颜色 那么多黑色 还有看看大小 懂了 这两只黑色的袜子最大一定是爸爸的 这两只最小是兔兔的 透明的 长长的 黑色丝袜 我们男孩子才不穿呢 一定是妈妈的 好诶 兔兔真棒 现在可以把黑色袜子放进抽屉吗 嗯 还不行 还要让每双袜子抱在一起 这样才不会和别的袜子弄滚呢 抱在一起 来 妈妈教你 先把两只袜子上下叠在一起 然后从脚尖的地方向上卷起来 最后把其中一个袜口翻过来包住就好了 哇 袜子抱在一起了 图图要不要自己试一试呢 要 要 两只袜子叠在一起 从脚尖卷起来 一个袜口翻过来 妈妈 是不是这样 哈哈 整理袜子 难不倒 图图 今天我们学的是整理袜子 图图是按照颜色整理的 看 我们把所有黑色的袜子都挑出来 这么多黑色的袜子里 哪双是爸爸的 哪双是图图的 哪双是妈妈的呢 比比大小就知道了 最大的袜子是爸爸的 最小的是图图的 透明的黑色丝袜 不用看大小也知道 是妈妈的 找到了每个人的袜子 可不能就这样扔到抽屉里去 还要让它们一双一双抱在一起 来 跟图图一起学 先把两只袜子上下叠在一起 然后从脚尖的地方向上圆起来 最后把其中一个袜口翻过来包住 这样就可以放进每个人的抽屉里了 怎么样 很好玩吧 爸爸的大袜子 图图的小袜子 妈妈的丝袜 好 现在要找的是这个 有条纹的袜子 四只袜子是一样的条纹 哪两只才是一双呢 对了 看看大小吧 这两只一样大是一双 这两只一样大是一双 大的是爸爸的 小一点的一定是妈妈的 看 这里还有花边呢 女孩子喜欢的花边哦 图图已经把它们叠好了 现在可以放进抽屉里咯 妈妈的 大版的 好了好了 这下简单了 带圆点的漂亮袜子 女孩子喜欢的 它们都一样大 是妈妈的袜子 快点 快点 叠好 叠好 慢 图图 你正在叠的袜子是一双吗 是啊 都是带圆点的 当然是一双了 这可难不倒图图 是吗 请图图再仔细看看 仔细看看 再看看另外两只呢 图图还以为是一样的 是啊 粗粗看上去差不多 不过也许细小的地方有不同哦 嗯 这也难不倒图图 点好了 放进妈妈的抽屉 啊 图图 现在就剩下四只白色的小袜子 都是图图的 虽然看上去都是白色的 可是还要仔细看看才行 看 这只袜子上的字母是ABC 这只是ABT 它们不是一双 这只呢 嗯 ABC和第一只是一双 最后这只ABT和第二只 这只是一双 有些袜子粗粗看上去长得差不多 可是还要仔细看一看才行 因为在细小的地方可能有不同 比如它们 仔细看 这只的圆点又大又少 这只跟它一样 它们两个是一双 剩下的两只 它们的圆点又小又多 它们是一双 千万不要弄错哦 好 再看看它们 哪两只是一双呢 答案就在字母上 看 ABC和ABC是一家 ABT和ABT是一家 长得很像的两家人 也不能弄混哦 图图 图 袜子都整理好了 嗯 整理袜子难不倒图图 图图很棒吧 嗯 很棒很棒 不过呢 还可以更棒 更棒 刚才看见图图跑来跑去整理 非常辛苦 可是你知道不知道 还有更省力 省时间的方法呢 更省力省时间 妈妈教教图图 好 时光报 这些袜子都是妈妈昨天洗干净的 今天已经晒干了 里面有爸爸的 妈妈的和图图的 我们要把三个人的袜子 一双双分别整理好 放进每个人的抽屉里 嗯嗯 首先我们先按照大小 把袜子分成三对 大的袜子 也就是爸爸的袜子 都放在一起 不大不小的袜子 就是妈妈的袜子 放在一起 小后袜子 也就是图图的袜子 放在一起 接下来 把一样的凑成对 叠好 嗯 有三对 叠好的袜子 对 现在我们可以 把袜子放进抽屉了 这两双是爸爸的 一起放进去 这几双是妈妈的 一起放进去 这些是图图的 也一起放进去 看 是不是比图图 一趟一趟跑 要省力省时间呢 对啊 好 我们就来复习一遍 刚才学过的方法 先把所有袜子 按照大小分开 最大的是爸爸的 不到不小的是妈妈的 最小的是图图的 接下来配好对 叠好 长得一样的 三加四等于六 三加三还是等于六 嘿嘿 图图知道 有很多条路都可以走到家 整理袜子的方法 也不止一种哦 小朋友们 快来发明自己的方法吧 有很多人 那是什么 我可以去看 我可以去看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我可以去看 我可以去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